另外 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为了在地长者的身心健康 营造营法幸福的社区 特别结合众围乡的顺和、骨节、厚皮 还有骨亭四个社区 在今天成立了老人社区照顾互助联盟 透过人力结合以及资源共用 来关怀更多的社区长者 另外 蓝阳美食文化交流协会 更是招待长者们一起来享用餐业 来提前过家节 台上的阿公阿嬤带来热情舞蹈 台下的民众跟着节拍起舞 众位乡长甚至还带动演出 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 另外蓝阳美食交流协会 更是用心准备很多好吃佳肴 在四个社区成立祝老萌的今天 用爱心招待参与的长辈 提前度过端午节 那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社区据点 经营的人都是志工 那我们的经费其实都是非常的缺乏 我们缺人缺钱缺器材 那我们希望透过四个社区 他们互相帮助 然后互相支持 能够把志工的能量聚集起来 然后也能够把经费聚集起来 一起造福整个庄围乡 去联合这样子老人服务的能量 都可以让大家彼此的负担都比较少一点 却可以造福更多的长辈 公所非常感谢宏道基金会 对众围乡长者的照护 透过社区互相合作 资源共享 关怀更多需要照顾的阿公阿嬷 宏道老权福利基金会 跟我们宜蘭美食协会 跟宜蘭县政府社会处 跟我们四个社区 成立一个众维生老人照顾的复述联盟 不过是透过宏道基金会来给我们辅导 因为我们这些老伙子 四个社区的老伙子可以做一个联盟 来做一个互补 可以看到以后对老人的照顾这七块 可以继续来推动 这次结盟的社区有顺和骨节 后比骨庭 希望未来有更多社区加入 营造幸福的长青家园 宜蘭顺记者张立林采访报导